HELLO 我是JB 那今天又到了我們JB上菜的單元 今天是要用鑄鐵鍋 用BEST TECH的鑄鐵鍋 來燉煮我們的彩色 那今天我們準備的是 南瓜濃湯 那這個 南瓜濃湯的話 裡面是 還有澱粉 那你除了 單喝這個濃湯以外 你還可以去買一些 像法國麵包、法國等等 這些麵包就沾湯裡來吃 那甚至是你可以去燙一些青菜 譬如說菠菜 青紅青菜 whatever 來balance 你的 一天的健康的需求 那現在就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會所用到的食材 那首先呢 會用到的就是 這個 你在任何超市全聯 或者是 反正你附近的超商其實 都會有的 像這種南瓜湯的這種罐頭 那因為它這個裡面 其實它是南瓜泥 所以其實非常的濃郁 那建議你就是可以再 加一些比如說牛奶或水的部分 然後簡單的像這個 肉類的話 我們就是用火腿不要用培根 因為火腿的脂肪會比較 小一點 比較健康 然後再來你加 一點的洋蔥 其實會有助於 很大的口感 然後也會 增添這個湯的甜味 那 再來就是 最後最後 你可以加一點 黑胡椒 因為黑胡椒的部分 會增添這個湯的香味 可以這樣子 今天呢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 豬鐵鍋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先拿到的時候 它上面會綁一個 這個很可愛的 這個裝飾品 對 然後你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它的這個蓋子 它上面有印它的logo這樣子 就是 哈囉 那 觀眾們 那現在呢 我已經把 剛才 我這邊有提到的就是 你在超市買的 這個南瓜湯 先倒到這個 脖子裡面了 那它其實是非常濃稠的 你可以看到 它 濃稠的 就像泥一樣 所以像這個狀況下面 你一定是要加水 或是牛奶 那今天我們選擇的是 加牛奶的 呃 來洗 來稀釋 那 牛奶的部分呢 我看一下 大概是 加一碗的 牛奶先下去 讓它去做加熱 然後我們再來吃味道 差不多 我們先加 這樣子 一碗 到滿 就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狀況下面 然後下去 先倒下去 齁 然後 因為會怕可能 會有超焦的狀況 所以 像做鐵鍋啊 它非常的容易就是 呃 鍋子整個受熱 然後東西很容易熟 所以其實 你的鍋子 你的火 不可以 開得太大 比如說 大概是 差不多小火的狀況 然後 注意火千萬不可以大於 就是 已經到鍋子的 呃 這個外圍這邊 這樣子鍋子 其實會不會壞掉 剛剛有講到就是 呃 洋蔥跟火腿 那我剛剛已經切了一小部分 那我現在把剩下的給切完 像洋蔥跟火腿啊 你就是把它切得像 釘狀的 不用切得 呃 太大 然後 你也不要切到小到就是 完全吃不到它 它 它是怎麼樣 它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那 呃 其實你可以看你們家裡面 大概有幾個人 然後你去抓一下這個分量 這邊 好像有在勾個勾 所以 回來顧一下 看一下 然後攪拌一下 避免這個鍋子裡 會 掉電 OK 那我現在就是要邊攪拌 避免它焦灼 同時呢 可以 斟酌的加一點 水下去 然後讓它煮一下 那現在配料的部分就是 火腿跟洋蔥肉 已經切好了 切成丁狀 那先 我們先把 洋蔥蒸下去 因為洋蔥 那個 泡的話 會需要一些時間 然後會不斷 但是很少 那洋蔥蒸下去的話 也是稍微的攪拌一下 攪拌完差不多 呃 一到兩分鐘以後 我們再把火腿給攪下去 然後 就可以 好 那洋蔥加下去 差不多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 火腿加 攪拌 火腿呢 一方面也是 增加那個擺質 一方面的話也是 增加它的色澤 避免它 就是 顏色單調 那 火腿的話其實是 有 不同的顏色 所以 要不加 好那經過了5-10分鐘的時間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湯它原本成了很濃稠的黃色鮮黃色 然後再加上我加了這個大概半碗的牛奶 然後跟240G的水之後呢 它現在就變成是比較稀的這個蛋黃色了 然後之後呢我也加了一些火腿跟洋蔥 所以這樣子其實就算是大概倒成的 好那現在就是把火關掉 就像我剛剛講的它現在變得比較稀 然後顏色是比較淡的淡黃色 那裡面因為有加了一些火腿 有增添它的這個顏色的色澤 這個的話就是會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濃稠一點的朋友的話 這個厚度其實就是ok 那如果希望再淡一點那 就是再加一點牛奶或是水 依照個人的口感啦 對 好那今天這個湯呢 其實就花了我們10-15分鐘而已喔 就結束了 好東西喔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